全国进入行动管制状态第三天 依然有不少民众无视管制禁令 上街自由走动 国防部高级部长纳杜斯里伊斯迈·沙比里宣布 政府将在后天出动军队协助警方加强管控 确保人民遵守指示 他同时也澄清 政府并不打算颁布戒严令 促起民众不要轻信谣言 国防部高级部长伊斯迈·沙比里 今早在部城出席特别会议后 召开记者会指出 根据警方报告 服从管制令的民众明显增加 不过还是有许多人无视禁令 带着孩子到游乐场消遣 甚至三五成群到餐馆用餐 基于当前情况 政府议决星期日派出军队协助管控 劝请民众减少外出 西man Shabini强调 如果民众出现疑似症状 必须及时通报 否则警方有权对付蓄意隐瞒病情的患者 至于坊间传出各种传闻 指政府即将颁布戒严令 全面升级防疫力度 伊斯迈·沙比里驳斥消息 促请民众不要轻信 他补充 每个政府部门都有咨询热线 民众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求证 不要恐慌 更不要散播假消息 Ada audio ada ramai yang posting di dalam FB dan sebagainya yang mengatakan bahawa Menteri Pertahanan akan mengumumkan Perintah Darurat setelah mendapat perkenan daripada yang Tuan Agung Saya tidak tahu Menteri Pertahanan mana sebab saya tidak ada tidak berniat pun ataupun tidak ada dalam perancangan di dalam FB dan sebagainya 另一方面 23名滞留在伊朗 以及 94名滞留在意大利 的我国公民 下星期一将乘搭专机回国 一旦入境 将即刻转送到隔离中心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